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改变这种旧的官僚体制和设立责任内阁的这种必要性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批评或者这个抨击 这个责任内阁 说这个清政府原来这个设立的这个军机处 这个很好 弊端很少 说清政府这个军机处和这个宋代的中书省 门下省这个上书省相比 和明代的这个内阁相比 可以说呢 这个军机处是有利而无弊 很好 是见三见美的 他们这讲 说清政府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 出现了很多奉公守法的这些贤相 很好的 奉公守法的 小心谨慎的这些大臣 说如果说讲到军机处有些什么弊端 说这些弊端呢 至多不过是出了几个庸臣 很平庸的大臣 他说但是在军机处这个体制之下 不会出现全臣 就是掌握清政府重要权力的这些大臣 他说这样的话呢 实行军机处不会对清朝皇帝本身的权力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他说如果说废掉军机处 那么改行这个责任内阁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把君主的权力转向了总理大臣 用他们的话说 仍然实行军机处 其权属于君 如果改行责任内阁 责权属于臣 仍实行责任内阁 就会使清朝皇帝的这种权力 从皇帝手里转到这个内阁宗里大臣手里 这是他们反对实行责任内阁的一个理由 他们还讲 说设立责任内阁 虽然避免了 就是没有采用丞相这个名称 但是实际上 是设立丞相 说这个做法 设立丞相这个做法 是违反了大清王朝的这个加法 因为大清王朝是不设立丞相 说这个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就会导致出现比年庚瑶 比敖拜 比和珅 还要权力还要大的 这些坚定大臣 就会造成这个内阁宗里大臣 把持朝局 紊乱朝纲 会出现这么的情况 那么使得 这个朝廷当中 只知道有宗里大臣 因为有宗里大臣 他是来提名各个部的长官 各个部的长官 要提名各个部的附属官员 吃了责任内阁之后 是吧 整个朝廷只知道 宗里大臣 是什么呢 就是为宗里大臣 义人之义相为是 为宗里大臣 义人之义 是相 是吧 都听这个宗里大臣 他说这样的话 这个君主就会被架空 被孤立 他说以前这个君主总而讲 自称叫做寡人如何如何 他说以前这个君主自称寡人 是只是居其名 说金寿其使 到了现在他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 那么因此他们就讲 中国绝对不能够实行君主立宪 更不能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他们这些人的想法 主要是受制于什么呢 就是中国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那么中国这个长期的历史发展是什么呢 是这种大一统的局面 成了中国的一种主要的政治形态 或者说中国 主要的采取的呢 是一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而不是各国互相混战 各国邻属 是吧 它是一种大一统 那么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形态 对于这些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人 他们的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影响非常深厚的 那么在这些人看来 君主是寿命于天 是吧 君主自称叫做天子 是寿命于天 那么君主是天道和人道的一种和谐的统一 既代表天又代表人 那么在这些人这个心目当中 或者说在他们的心理天平上 君主的权力 君主的权威和国家的安危 国家的存亡是紧密相连的 那么因此 他们就坚持认为 国家的大权 必须由君主一个人来独揽 必须要千刚独断 任何人都不能够以任何的方式 燃指国家的最高权力 因为国家的权力 不能够给其他人分享 那么因此 他们就特别要求清朝皇帝 要求清朝廷 要谨慎从事 要防止哪些人呢 要防止像曹操啊 王莽啊 这些人来篡夺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 那么这是一部分人 就是坚决反对实行责任内阁 就是完全反对实行责任内阁 完全反对呢 实行君主立宪的人 他们的一个想 他们的一个主张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了 就是主张肃性君主立宪的人 他认为实行这个责任内阁 对君主有好处 是吧 君主可以脱离于这个责任之外 那么这个反对实行责任内阁的人 如果实行责任内阁 是吧 就是把清朝皇帝的权力 交给了宗美大选 会造成的皇帝孤立的这么一种朝局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种主张缓行这种立宪的人 他对于这个设立责任内阁 是怎么考虑的呢 那么这个主张 要缓行这个责任内阁的 那么这部分官员 他们的某些观点 和这个反对实行责任内阁的人 这个观点上是有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 那么这个主张缓行 君主立宪的人 他也讲 说如果设立内阁 设置宗美大臣 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政府知权太重 就是责任内阁的权力 非常大 政府知权太重 都府知权太专 则主权将替 所以权力呢 就会下放到内阁总理大臣手里边 下放到各地的总队寻补手里边 而这个皇帝的权力呢 将被代替 将会下移 那么他们也担心 实行责任内阁 就会导致呢 那君主的权力 下一道 这个这个宗旅大臣手里边 君上将拥虚位 这个君主 仅仅是一个虚位而已 没有实际权力 那么是讲的 这个缓行这个立宪论者呢 他们也对这个设立 责任内阁表示担忧 那么但是这个缓行 这个立宪论者 对于设立责任内阁这种担忧 和前面所讲的 这个完全反对设立责任内阁的人 他还是有不同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 就是缓行实行 这个君主立宪的人 他们并不是无条件的 无前提的反对设立责任内阁 他们是讲什么呢 他们是要求行政 就是总理内阁 是吧 就是责任内阁 行政机关 行政司法和立法 这个三个权力机关 要同时并进共设 要共同建筑 实行三权分立原则下的责任内阁 那么他们讲 说现在中国 他没有设立议院 他们原话是这样讲的 说今中国宪法未立 议院未开 而拒访外扬之官制 似未免不揣其本 而其其末 什么意思呢 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定宪法 还没有开设议院 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就设立责任内阁 就是没有学习他的根本的东西 叫做不揣其本 而其其末 是学习了他的一些直接末端 因此他们就反对 在议院没有成立之前 就单独的设立责任内阁 他们做了他们一个解释 他们说什么呢 说欧美各个国家之所以复强 是吧 并不是由于他们单独的设立了一个责任内阁 他们为什么复强了呢 叫做三权鼎立而国延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 所以说他们的国家才能够安定 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设立责任内阁 没有出现这个大臣专政的这种局面 没有酿发这个肖墙之祸 原因在哪呢 说根本原因在于 旗下有议院为之监督 说在责任内阁下面 他有个议院来监督议员 监督着责任内阁 是吧 说这样的这个议院和责任内阁呢 可以互相的监督互相的制约 就可以限制了总理内阁大臣的权利 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那么另外他们讲 说西方各个国家 实际的是什么呢 是政党政治政党内阁 那么这些西方国家这些政党 他认为都是公党而不是私党 为什么说公党 就是如果是这个政党的这个党魁首领 居心不正 行为不端 或者犯了错误 那么他必会导致全党的党员 对他进行攻击 那么因此 他认为这个西方的政党呢 是有政见固结之权 政治见解是一样的 他们可以团结起来 有政见固结之权 而无同恶相继之患 不会勾结在一起 狼狈为奸 他认为西方的政党是公党而不是私党 他说可是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他说中国是因为是教育卫星 教育不普及 国民的这个政治水平很低下 因此中国呢 向来呢 是只有私党而无公党 说而且中国人没有这个政治观念 说这些人 凡是富贵所在 聚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互相勾结 航穴一气 他说中国人 说在朝中 只有私党之营 再也绝无政党之户 那么这些人在朝前当中 都是私党 为了这个以权谋私 互相勾结 那么再也的 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政党 就是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中国没有设立这个意愿 没有实行这个政党 政治的情况之下 这个只有私党而无公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把这个权力 完全都交给一两个 内阁总理大臣 这样时间久了 就必然会出现什么呢 叫做败决朝廷感恩私事 他做了清朝廷的官 封了清朝廷的决 但是他是感恩私事 他不感谢皇帝 是感谢什么呢 感谢哪个宗内大臣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天子 这个影响的也是很大的 对于皇帝的权力 影响也是很大 那么因此 他们就做了这么一种解释 说这个在没有设立这个意愿的情况之下 单独设立责任内阁 说这个不但是大清朝200年来所没有的 不但是中国自周代 自秦代以来 2000年以来没有过的 那么也是像日本 欧洲国家 美洲国家 所没有的 说不但如此 以大师御旨 述政公主 舆论之本意 也违反了清政府 这个立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租 那么他们认为 说如果没有设立意愿来牵制责任内阁 实际上这个不是立宪政体 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邻军 邻辱欺凌君主 虐民 虐待民众 是邻军业民的一个大臣专制政体 是把原来的君主专制政体 变成了些什么呢 大臣专制政体 那么很明显 那么这些主张缓行君主立宪论的这个官员 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完全反对设立责任内阁 他们考虑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呢 就说在这个时候医院没有设立 就不能够单独设立责任内阁 因此他们提出来 那么中国呢 要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 在宪政改革之前 没有设立宪法 没有这个制定宪法 没有设立这个医院之前 应该是补偏旧弊 对原有的体制 原有的官僚体制 做某些局部的变革 而进行了宪政改革之后 那必须要三权分立 必须要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之后 以议院来私监督 内阁负责任 由议院来监督内阁 内阁负责国家的这种行政 因此他们的坚持什么呢 叫做上下议院成立之日 乃为责任政府设置之时 是主张呢 责任内阁必须要辅置 以这个议院的监督 主张议院和责任内阁 是同时定律 我们都知道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 如果他不对自己的统治方法 统治政策 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取得 自己这个统治的 包括意识形态的 一种外适应和内和谐 就是他呢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 都必须要对自己的统治 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检讨 发现有什么问题 要适时的进行改革 进行调整 否则的话 就很难维持他的统治 那么这些主张 缓行君主立现政体的 政府官员 是吧 他既看到了 封建专制政体 不能够适应 国内外形式的发展变化 是吧 希望以君主的这个立宪政体 来代替君主专制政体 来保卫君主这个国体 希望通过这个立宪呢 把大清王朝 把大清帝国 是吧 从那种 拼于 拼于这个覆灭的这个边缘 可是从这个漩涡当中 把它解救出来 是吧 他既干到了这个 实现君主立现这种好处 但是同时他又看到了 清廷的励志的腐败 看到了国民政治知识 水平的低下 看到了国内外 看到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尖锐 是吧 看到了自然间革命派 这种反清革命 是吧 那么他就担心什么呢 就担心如果清政府进行这个政治变革的步伐 卖的太快 是吧 变革的太剧烈 将会使清政府失去对于整个国内局势的控制 失去对于这个晚清 是吧 这个 这个政治改革的这种控制 造成一个什么呢 造成民企嚣张 这老百姓 是吧 政治热情起来了 那么这个清政府呢 没有能够收到实行立宪之力 反而受到了立宪的这种 这种伤害 就叫做未收君主之力 反受立宪之害 是吧 本来是准备实行君主立宪 反而呢 可能导致一种民主立宪 是吧 甚至会出现一种大臣专制的这么一种局面 就是他们不愿意出现 是吧 出现民主立宪 也不愿意出现这种大臣专制的这么一种局面 那么因此这个缓行君主立宪的论的人 那么他们主张什么呢 清政府在实行立宪的时候 是吧 要特别注意把握实行君主立宪的时机 采取适当的方法 要讲求实行君主立宪的这种先后的次序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是吧 他要把握这些东西 格外的谨慎 那么而且他还结合着中国的这个法家的一些统治权术 是吧 来设计清政府的这个君主立宪问题 法家在讲到治国之道的时候强调什么呢 强调权 术 是权 权力 术 就是统治国家的一种权术 是 就是已经形成的一种政治形式 政治大事 那么这些主张缓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他就主张什么呢 要利用君主之权 是吧 与这个传统的伦理道德之事 人们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人们的一种影响 形成这么一种社会趋势 利用君主之权 利用传统的这伦理道德之事 再加上什么呢 控制立宪进程的这种方法 这种权术 权术是三者相结合 要讲求预备立宪的方法 讲求预备之方 要讲求施行之秩序 施行 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讲求它的秩序 就是抽丝理乱 按部就班 是吧 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这个君主立宪 循序渐进 他认为只有他有这种办法 慢慢的进行改革 是吧 不断的 这个一项一项的去做 是吧 按部就班的去做 才能够把整个清政府的官员 把全国人民 是吧 都约束于清政府的 他的这种既定的这个方针之下 使这些人 是吧 都把他约束在 封建的传统的这种 伦理价值的轨道之内 是吧 清政府可以完全控制 这个君主立宪 这个发展的进程 和他的速度 他说他以这个办法 既可以心理除弊 起车震弱 来振兴国家 是吧 来抵御外务 那么同时呢 又能够使主权在军 君主的权力不受到损害 是吧 不伤国体 不损国脉 就是不对中国社会的 这个经济命脉 那么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样呢 可以主权在军 又可以 是吧 提高人的这个觉悟 提高人们与国家 修起一共的这种思想 这种信念 是吧 能够强国欲武 是吧 这样可以使清政府呢 取得一个 避开生命的这么一个 政治统治一个局面 他认为这个清政府呢 应该缓慢地实行 责任内阁 那么这样 比清政府更有力 这是我讲到的 清政府内部的官员 围绕着设立 责任内阁 塑形军宪论 缓形军宪论 和完全反对 实行君主立宪的人 他们不同的政治主张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